高息环境继续待望银行股 失望控0005金5公布 三级业绩 该集团早前预料 列账基准除税权利达80.97亿美元 按年大增1.57倍 营收则有162.38亿美元 部分大 预计最终表现会更好 摩根士单利及中金分别 其内列账基准除税权利润为82.98亿美元 及87.5亿亿美元 料可维持每股派计息0.1美元 不过业绩并非一面 好 市场将关注集团管理层 给予最新营运派息股份回购指引 并警惕其涉及部分内防信贷封 散口及拨备情况 大摩又预计 空第三季列账基 除税前利润82.98亿美元 按计跌5.4% 按该形成列去年地 既除税前利润31.47亿美元计 则按年升1.64倍 大摩料经整除税前利润82.98亿美元 按年升26% 按计则跌8% 料上计 利息收入89.61亿美元 按年升4% 大摩又指出 虽然风三季将叙售内地商业房地产问题拖累 但料其收 保持稳定 信贷成本益控制的仪 因此与风增 评级 目标价72.2元 早前加拿大主要反对派保守党 魁伯利至P.L.Puali Everett敦促加国政府禁止控出售加拿大物与加拿大皇家银行RBC的交易 称当地银行业境 环境将因此受损 维摩根大通仍发报告预计 交将于明年首季完成 摩通指 若交易受阻 估计股回报的下行风险约为40亿美元 不过该行又预计 2024调整后股息率未控市值的10.5% 仍具吸引力 摩通 控目标价81元及增持评级 此外 扎达2888早前售内 渤海银行9668简直拖累 上季税前少赚于54% 拖累在港 价层于单日内级差于一成 外界关注同样有内银 资的控会否重蹈覆辙 摩通报告指 渣打业绩 控的指示作用不大 因渣打第三季竟息差收窄 要受对冲击一次性因素影响 并非行业趋势 一亿 绩控不会对手上的交行3328股权 做出大额减值 知 因交行上半年财务表现 叫渤海银行为家 凯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洁 预计 本次控济济 体降理想 分析直美港西高企会 带动控利息入 而非利息收入或用金收入方面 亦会受惠于 蒂克来港购买保险等因素 不过他亦表示内营面波被 或成影响该行业绩的不明朗因素 为相相关影优位置于 全盘推倒大局 因此仍对汇控 计表乐观 若其股价下行至55 56元左右 有兴趣投资 可考虑入手 星岛X里大携手推动永续发 ESG认证计划 即加许里2023把握 报名机会星岛头条 APP经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